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我们今天要来看这个圣经默想的范围是记载在传道书第十章 所以第一节到第十二节 使苍蝇使作香的高油发出臭气 这样一点愚昧也能败坏智慧和尊荣 智慧人的心居右,愚昧人的心居左 并且愚昧人行路显出无知 对众人说,踏实愚昧人 掌权者的心若向你发怒,不要离开你的本位 因为柔和能免大过 我见日光之下有一件祸患 似乎出于掌权的错误 就是愚昧人立在高位,副主人坐在低位 我见过仆人骑马,王子向仆人在地上步行 挖陷坑的,自己必吊在其中 拆强还的,必为蛇所咬 凿开石头的,必受损伤 劈开木头的,必遭危害 铁器盾了,若不将任磨快 就必多费气力 但得智慧之教,便有益处 微行法术已先,蛇若咬人 后行法术也是无益 智慧人的口说出恩言 愚昧人的嘴吞灭自己 我们再次看到传道书的作者 他在表达他自己一生的一个过程 写下来的时候 可以讲是每一句话都是非常浓厚的人生的历练 你可以称他为叫做人生的智慧 人生的这个探索 你可以这样子说 但是当他写出来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不要被他字句上的话语来误解了 认为说他对这个人生的确是感慨 并不是 你要穿透这个话语当中 看见作者本身要告诉我们 不要把人生的一切的盼望只放在日光之下 日光之下就是指的今生 而是要看穿这个世界本身就是如此 当你努力的时候 你认真工作的时候 不见得会得到很好的结果 或者说你会看到你所讨厌的人 懒惰的人 愚昧的人 竟然他得到的这个奖赏 不比这一些努力的人来得少 你会觉得心里愤愤不平 作者告诉我们说 不要因为看见这个事情 而心里面有一些不平 他说日光之下 这个事会发生的 可是并不因为如此 人就没有盼望 而是看穿这一切 真正给我们奖赏 是那一位造物者 你要寻求他的智慧 我们在这一段经文当中 可以看见几个事情 就是说认真努力工作 但如果说思想上出了问题 出了问题 有可能他会失败的 作者称为这是一个愚昧的行为 第二个 判断我们这一生当中 究竟是愚昧还是智慧 不是从人的角度 而是从上帝的角度 所以连我们自己也不知道 我们在神的面前看起来 活到现在 究竟是有智慧的呢 还是愚昧的 也因此给我们一种警醒的态度 第三个 在这段当中从作者的角度 让我们稍微看见 他心中所谓的智慧跟愚昧 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别 智慧人的心跟愚昧人的心 有什么不同 这个作者他很有意思 他写说 这个智慧人的心是居右边 愚昧人的心居左边 而我们都知道 人的心脏是比较偏哪里呢 偏左边这个位置 那如果是不左边的话 我们都是愚昧的 心脏如果说 偏右边的就是聪明的 但事实上没有这个人 因为人的结构是如此 那作者为什么这样讲呢 他的意思就是 居右边表示他很重视的意思 很重视这个事情 居左边表示他很忽略 很轻视 表示说智慧人很重视智慧 愚昧人呢 他不重视这个事情 曾经告诉我们说 你要保守你的心 胜过保守一切 因为一生的果效 是由心发出的 又说 你的财宝在哪里 你的心也在哪里 真言说 人不自负自己的心 好像毁坏的成意 没有强还 所以因此我们就看见 原来智慧人看 所重视的是 非物质的东西 是看到意识形态的东西 看到价值观的问题 是看到永恒的事情 而愚昧人不是 他马上要看到 现在我有多少 所以因此第三节 告诉我们 愚昧人行路显出无知 对众人说 他是愚昧的 也是说愚昧人走路的时候 他不知道方向 他只是努力 他也不管他要往哪里去 就好像一艘船一样 他有动力 可是他没有方向 那这个船呢 开到海上 你究竟要开到哪里去 我们常讲说 有些人花了很多的时间 他得到一个 很没有意义的东西 然后结果自己在那边 孤方至上 被没有造就别人 是不是造就自己 也不得而知 愚昧人就在 他整个的结果当中 显露出他自己无知 所以有的时候 我们需要很好的朋友 来提醒我们 朋友站在第三者的角度 比较远的地方观察我们 告诉我们 我们不要做这样的 欲望的事情 那么愚昧人的特征 从第五节到第十五节 我们可以看见 就是愚昧人最犯的 最大的问题 他的价值观就是 永远不知道轻重缓急 做事没有调理 我们人生当中 常常做了很多 很紧急的事情 但是都不是很重要的事情 我们一生 每一天我们起来 我们常常忙很多 有关吃的东西 穿的东西 用的东西 可是我们实在要静下来 我们这个人生 要往哪里去 昨天我跟我儿子一起聚餐 当中也邀请他的同班大学的 高中同学 现在已经在读神学院 他准备要读更高的研究所 我在跟他对话的时候 就仿佛看见自己 在二十多岁的时候 当兵退伍 人生的方向往哪里走 因为我发现 他很认真 他要投注他的一生 往这个服侍的道路走 这个道路本身 我告诉他 你的价值观要很清楚 走神职路线当中 你要放弃 跟别人一般那种追求 物欲的这样的价值 你可以吗 第二个呢 探索这个神学本身 是一条蛮孤独的一条路 可是第三个就是 你认为上帝对你的呼召来讲 在这个服侍道路是有意义的 而你自己本身也很喜欢 我仿佛会看见自己过去 三十岁之前 想要投注我这一生 如今走了另外一个三十年到现在 感谢上帝 都没有后悔 我感觉到心中 服侍上帝是很喜乐的事情 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抉择 我们不清楚 未来三十年 我会变成怎么样 但至少每一个决定会 会帮助我们 在下一步让我们走得更好 所以一直 昨天在聚餐 跟这个年轻人谈了这样的话 帮助他 让他能够很清楚 以后的道路的服侍 我最关心的就是说 以后如果你走这个道路 最重要一件事情 你的心里面有没有平安 有没有喜乐 有没有得到帮助 别人对你的评价如何 也稍微要注意一下 愿上帝祝福我们 在每一条道路当中 每一个选择当中 常常是依靠上帝的引导带领 让我们做谦卑的人 愿上帝祝福你 阿们 阿们